兄弟姐妹中,宁最好的往往是这几种人,并非迷信,别不信。兄弟姐妹是我们这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,我们曾无数次渴望彼此能够相互陪伴,不离不弃,然而长大之后,我们会渐渐发现,兄弟姐妹之间的人生走向各有不同,一旦拉开了差距,彼此就很难再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,为什么原本处于同一起点的兄弟姐妹,日后的发展天差地别呢? 这往往都是个人修为的结果,并非迷信,兄弟姐妹之间命最好的人往往有这些特征,希望你也是学习有价值的国学。 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活得清醒,一个人的三观,格局,素质,决定他的未来,兄弟姐妹之间日后能够发展优秀的人,往往也具备着清醒的头脑,不被世俗所影响,正如电视剧《乔家的儿女》之中,乔一诚从小就学习优异, 后来友好的工作,人生一帆风顺,而他的妹妹乔四美命途多舛,直到中年以后才走上了正轨,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,乔一诚拥有着清晰的人生信念,不会为任何的诱惑所阻碍,而乔四美浑浑噩噩,为了错误的爱情一败涂地。 兄弟姐妹处于同样的起点,拥有同样的资源,但有些人能够握住本该属于自己的馈赠,走向正确的道路,而有些人认知不清,则会与理想中的道路越行越远。 无论何时,我们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首先要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生存规则,而后理清人际关系的相处方式,最后发掘自身的优势。 努力向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向,清醒的人不会在世间沉沦,也能以更快的速度获得成功。 如果你现在还不够清醒,劝你先不要前进,而是努力反思,找到合适的方向。 远比一味的投入更重要,爱的克制,工作是人这一生中必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,它能给我们提供金钱和底气,除此之外,爱也是我们应该拥有的东西。 年少时父母之爱,兄弟姐妹之爱,是守护我们成长的盔甲,长大之后我们就要投入到两性关系中,渴望建立家庭。 巴菲特曾经说过,选婚姻就是在选第二段人生。 你的伴侣决定了你未来,将过上怎样的日子,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别,很可能在结婚之后迅速拉大,有些人爱的克制,不会在感情中失去所有。 他们因此,获得了另一半的尊重,组成了完美的家庭,而有些人在感情中卑躬屈膝,盲目复出,他们把另一半宠得无法无天,在婚姻里就永远只会委屈受罪,想要把感情经营好,就必须要有正确的红脸态度。 其实爱情真的很简单,它是两个人势均力敌,相互尊重所产生的结果,在爱一个人,也别忘了自我成长的同时保留尊严。 因为他爱的就是你闪闪发光的样子,而不是你唯唯诺诺的状态,积极向上,路遥的经典代表作《平凡的世界》里,孙少安和孙少平是一对不被命运偏爱的兄弟。 他们生活在贫苦的家庭里,饱受着生活的搓磨和他人的白眼,但即便如此,两个人从未放弃生活的希望,孙少安年少时就被逼着辍学,要靠工作养活一家老小,可他从未放弃,而是努力向上,最后开办了属于自己的转场,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由。 孙少平在学校里读书,但因为买不起高档的饭菜,变得自卑不已,连心爱的女孩都狠心拒绝了他,但孙少平也没有妄自菲薄,他有热爱的写作事业,在最艰苦的时期仍然比更不错,后来他靠此找到了一份正经的工作。 改变了自身的命运,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普通人的史诗,他并没有多开尽手指,让两位主角突然而然逆天改命,而是用他们一点点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,积极向上才会让人生充满希望,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,却可以选择怎样活着,只要永不放弃,永远向上,命运就一定会迎来转机,灵活又踏实的,更容易成功。 俗话说,大到至简,在成功的路上,越是热情单纯的人,越是能创造出财富,老舍曾说,只要手脚不闲着,便不会走到绝路,而且会走得蹬蹬下。 成功的人,不会好意勿劳,也不会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,而是懂得脚踏实地,厚积勃发的道理,兄弟姐妹中,他是勤劳的那一个,即便不会大富,但也不会贫穷,因为他们深知,努力就有路走,天道愁勤, 这种人,不会相信什么天上掉线饼的事,也不会躲在父母的羽翼下,享受着安逸,而是会主动出击,去闯荡,去实践。 在踏实的同时,他们也不忘与时俱进,学会灵活应对问题,让自己成为独立自主的人,实现自己想要的目标。 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已经修炼出了很好的心性,也了解了人性和社会,因此,这种人的人生,往往会有一定的波折,却能越过越好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开朗乐观的,更容易开心。 了凡私讯中,讲了这样一个故事,一个算命先生,推算一个叫元皇的人,未来会落榜,而且,试图会波折坎坎坷,寿命不长,且没有子嗣。 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,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,他从此开始变得消沉悲伤,直到有一天,元皇遇到了一位高僧,高僧告诉他命有我力,扶自己求,得到高僧真传的元皇。 从此刻苦努力,不去想那些美影的论断和烦恼,最终他的命运,与算命先生说的全然相反,他又长寿,又有子嗣,还重了近视,可见,心态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,兄弟姐妹之中,心胸狭隘自私的,音质狡猾的,往往过得不会好。 而那些开朗乐观的,积极生活的,往往会拥有不错的人生,很多时候,我们做不成一件事,不是没能力,而是心态不对,心态稳了,平和了,人生的路就顺了,善良民事理的,更容易幸福,善良的人,会有好报,但是我们的善良,不能成为别人拿捏和利用。 欺骗我们的工具,一个真正善良的人,往往是有力量的,就像狂飙中的安心一样,他能成为别人信任和尊重的存在,也能承恶扬善,现实中,我们普通人,想要过得幸福,就需要做到善良且明事理,实际上,越是在底层,越是在普通人中,资源越有限,原始和野蛮的行为,也就更加层出不穷。 亲戚间的嫉妒,朋友间的攀比,同事间的隐瞒,甚至有一些人,明目张胆地侵犯你的权益,对待这种人,我们不能太心软,要么学会远离,要么学会拒绝,不要在乎什么情义和脸面。 人家能欺负你,利用你,忽悠你,就说明,和你没情义可言,一味地善良,只会被人吃干抹净,只有敢于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,才会真正的幸福,勤劳上进,自强不息,周易,有云,天行剑,君子已自强不息。 勤劳上进,是国学中一贯强调的品质,兄弟姐妹中命最好的人,往往具备这种品质,他们深知,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,才能改变命运,实现人生的价值,以历史上的名人为例,他们中的许多人,都是从困苦中崛起,凭借勤劳和上进的精神,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。 比如,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,他出身贫寒,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,一步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,他的成功,正是勤劳上进精神的最好诠释,从科学的角度来看,勤劳上进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,他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惰性,激发内在的潜能,从而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就。 同时,勤劳上进的人往往更能够抓住机遇,因为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努力和尝试,不断地寻找成功的可能,热爱生活,乐观豁达,国学中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,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。 热爱生活,享受生命的美好,兄弟姐妹中命最好的人,往往具备这种热爱生活的品质,他们无论面对何种困境,都能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,积极面对生活,论语,终云,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 这句话告诉我们,对于生活,我们不仅要了解它,更要热爱它,享受它,那些命最好的人,正是因为热爱生活,才能在困境中保持积极的心态,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,从科学的角度来看,热爱生活的人往往具有更强的心理韧性,他们能够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。 保持冷静和乐观,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,同时,热爱生活的人也更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,从而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,修身养性,德才兼备,国学中一直强调修身养性的重要性,认为一个人的品德和修养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因素,兄弟姐妹中命最好的人,往往具备德才兼备的品质,他们不仅才华出众,更有着高尚的品德和道德修养,大学,中云,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这句话告诉我们,无论身份地位如何,修身养性都是每个人应该追求的目标,那些命最好的人,正是因为注重修身养性,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,从科学的角度来看,修身养性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,一个品德高尚,修养深厚的人,往往更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,从而在社会中立足。 同时,修身养性也有助于提升个人的内在力量,使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,能够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决心。